咱们来欣赏银河 不是天上的 地上的 吉利银河L7 欢迎收看夏东平车 银河 这款车型啊 大家可以从镜头里 你会看到它的新的logo 是不是能够既让你想起吉利 又让你觉得它不一样 在吉利主品牌之下 新产生的副品牌 完全主打新能源车 L7是它的首款 插电混合动力式的紧凑型SUV 在这次发布当中 看到了这款插电混动的 紧凑型SUV银河L7 还有一款纯电动的轿车 作为新能源的定位呢 银河这个副品牌 将在整个吉利大品牌之下 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档次定位 但是它不会超越吉利 整体品牌 在市场中的定位 也会和和吉利并驾齐驱的 其他吉利集团的车型呢 彼此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会去与他们抗衡 这银河L7车头的设计 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贯通式的灯 完全封闭的前部 下面有一个很窄的进气孔 可是它在里面装的却是一个 1.5T的四缸 波动动压发动机 配上一个三档的DHT 形成了混合动力 发动机进气散热 就用这么窄的一口就行了吗 行 这比把纯电的车设计成这样 要难多了 因为它是把一个油电混动的车 设计成了纯电的样貌 一定有很难的技术难题 它要把空气从这儿导进去 还要往上吸起来 给发动机提供进气 散热是发动机和电动系统 两套动力混合在一起散热的要求 比纯电的散热要求还要更高 可是进气道的开口 却完全和一个纯电是一样 现在它不让我开盖 不然我一定要研究研究 它怎么做的 设计logo其实特难 因为logo允许你变的地方特别少 做变化的时候 精微的地方做一些修饰 来达到目的 什么目的呢 让人一看就能知道是吉利 又得让人们一看知道 它是全新的东西 要能够在受众的心理上 与燃油的吉利脱钩 传统的燃油强势品牌 它们在转向电动化的时候 总是会受到以前 它们在燃油领域那个定位的牵扯 而这个牵扯就需要想办法把它解开 这个logo就是其中的一手段 内在联系是什么呢 上脚和下脚它的弧度不一样 下脚的弧度略微大 上脚相对比较小 仍然能够让你感受到 顿形贯通式的灯 其实并没有贯通 它在中间是封闭一个黑色的装饰条 它在不亮的时候 你既有很明确的纯电动车的观感 那它亮起来的时候呢 又有一种没有随波逐流的世界效果 有它自身品牌特色 用的方法呢 还是这种人字形的设计 那这种人字形的设计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这个侧面的垂直的日行灯的装饰呢 它是从下面穿过来的 就有一种互相穿插的感觉 通常人们会把日行灯和大灯 直接分成两部分 而在这款车上 它的日行灯和大灯 仍然是结合在一起的 并没有完全分开 另外它还加了一些条纹的装饰 也是为了让人们联想到 吉利品牌 过去中网的设计 讲究的是波纹联蚁向外扩散吗 这还是留有一传基因的痕迹在这上面 另一个地方当然就是车身的颜色 硬核的品牌银河来的 这颜色叫银河炫彩白 车身的颜色在灯光的照射下 它在高光点上都呈现出了这种 玫瑰金的粉红色 它用了很特殊的涂层 这层下面的涂层是二氧化碳 这二氧化碳被认为是这地球上最为白的一种物质 所以它的质感特别高 炫彩怎么来的呢 炫彩就是在上面再加一层 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硅的混合体 就出现了这种炫彩了 能够根据光照射的强度的不同 它反射出来的光泽也不一样 很值得说的一个气 但是肯定得加钱 说侧面的设计吧 我觉得相对于车头的设计来说 比较一般的一些 从侧面你看到这辆车的时候 你立刻就能想到新款的博远L 特征线完全一样 这车的车身尺寸和博远L也很接近 但是它呢略长一些 4米7 轴距呢是2785 固特E的Eagle F1 运动化的SUV轮胎 型号是24545R20 整个车样式就是一个 年轻化的运动SUV的样式 而且它的这种运动感呢 要比博远L还要更鲜明一些 就是它的车顶 因为向后延的比较长 压的更低一些 后风挡 倾斜度更大 而且它在后风挡的后面 精成了一个双尾翼的结构 尾灯的设计呢也很激烈 当它亮起来的时候呢 红色的部分就形成了剑雨 中间是吉利的自标 也是亮起来的 所以它是一个贯通式的尾灯 但是这个贯通式的尾灯 不是一条古板的灯带 而是由很多的亮起来的元素 所组成的 如果你站在正后方看 它车尾特别高 后风挡他很窄 采用了隐藏式的预刷 吉利的车型啊 就是从星月开始 全方位的导入了CMA架构 当它整体导入到吉利品牌 里面来之后呢 它已经是进化的版本了 并且在银河这个车型上 因为它是新能源 整个的车身的架构 都是新能源的架构 无论是纯电还是插电混动 所以它叫逆CMA架构 更加适应变动化的动力的布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CMA架构在导入吉利之后 对CMA架构整个的车身的规格尺寸 很有效的做了一扩张 无论是车长 还是车宽 还是轴距 都整体的扩张了 特别是内部尺寸 足以去媲美国际上这些合资品牌的 中型车 打开尾门你能感觉得到 后尾门开口特别宽阔 近身也特别长 差不多在95厘米 下面还有很深的土槽 实用性非常好 我在这还看到了专用的补胎液 说明这辆车把备胎淘汰掉了 新能源化做的太彻底了 中扣 什么按键都没有了 手机安放位置 只有一个地方是有无线充电的 还有插片的插口 它是序列式的扶手箱 它没有把侧面掏空 而是从正上方来分层设计 这里边有一个可以推拉的浅箱 既有背拖又有小的置物盒 当你把它往前推的时候 它又呈现了一个特别深的下层的置物箱 这饭板它留着这梯形的空间 能够让你完整的看到 10.25英寸一秒屏 它连两个上脚都不会被方向盘遮挡 它用的是怀挡 灯光和雨刷就完全集成在左手里边了 如果你很习惯开了这个车 将来你升级到奔驰 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零重力座椅最近在国家品牌车型上特别流行 那它是女王座 皇后座都不是 它会起一个更加中性的名称 不涉及男女性别的 这座椅的材料 文工样式都会超出 你对这样车型定位的一个想象 而这辆车的设计更加的讲究 手套像取消缆 三块平 16.2英寸 13.2英寸 10.25英寸 还有25.6英寸HUD 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长屏幕 而是错落分开 真正符合人体工程学的 从不一样位置的乘客 或者说驾驶者 他的视角与他的使用便利度来说 你每一个位置都要精准的去适配 分开的屏 才是更高级的设计 还有一个地方 右侧车门的造型 跟左侧车门造型不一样 右侧的车门的扶手 比左侧车门的扶手要高一些 有一件东西没露出来 将来在这个位置上 会有一个水晶球 这水晶球是万躺的姿势 来乘坐的时候 用这个水晶球来调节控制 这屏幕 由于这屏幕的设计 影响到了安全气囊的布置 领部安全气囊 这后座的造型 通过这个款型 和它这种整体的结构的设计 来体现出一种豪华感 然后再用它的缝工 用它的材料来衬托 做点做姿相当的低 这样你就获得了一个 比较充裕的头部空间 就是有一个问题要牺牲 前座对你的视线的风度 乘坐的舒适感 像坐在轿车里一样 而不是坐在SUV里的感觉 我把脚平放在地面上 座椅的前端 还是能够妥妥贴贴的 贴在我的大嘴上 能够充分起到支撑的作用 座椅很松软 但是对整个身体的支撑 还是很不错的 并没有让你觉得 座椅的结构要塌陷的感觉 侧面的支撑还是挺稳固的 吉利银河L7 是吉利创立银河副品牌 它要推出的第一款车 它们的定位说是A级车 这样的一个定位也预示着 它的价格一定是相对来说 被它的用户比较容易接受的 而当你购买了之后 你其实获得了一种 中型SUV的体验 这也是给自己的产品 增加竞争力的一种手段 当然你必须得有这样的技术能力 你才能运用这种手段 银河L7这款车 它更多的还是面向那些 购买观念 比较从实际出发的用户 我个人感觉 它可能会在20万 这个区间当中 你觉得怎么样 值吗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T车方只为爱车的你